佛光照大地发西满人间 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张玉成 欢迎收看人间新闻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 2021年会员代表大会 日前是在佛光山登场了 回顾一年以来 佛光会所举办的各项公益活动 同时还选出了今年的总会长 是由现任的总会长赵怡连任 南京挥手 哇 超级多人 真的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 日前在佛光山举办 2021年会员代表大会 幸运大师从1991年 成立国际佛光会至今30周年 为佛教静待发展 立下了重要里程碑 所有佛光干部齐聚回顾 佛光会这一年的公益时机 也为2022年的23项议案提出讨论 一方面陪遇人才 福利社会尽华人心 所有提案中以新建佛光村最受瞩目 佛光村第一期的新建设计 有三栋156户将着手进行 大会中也进行各项表扬以及交接 今年有258位新就任的分会会长交接 以及166位新聘督导 64位新就任的督导长 完成了这次交接 以及2022年新聘的66位督导长 也在这次的大会中完成 赵怡续任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总会长 总结时表示回顾这一年来的工作报告 见证佛光会的成果非凡 新的一年还是有种种的挑战 现在我们看到环保的工作 事实上需要不断地做下去 因为地球的生态每下愈眶 看到疫情起起伏伏 仍然没有一个结果 像我们这样一个公益慈善的团体 还有太多太多的工作要做 好在我们看到今年新云大师 给了我们一个新春的吉祥语 最后以新云大师新春莫保 处世无畏和平共存 勉励大众 继续保护地球生态 为社会做更多公益 人经卫视吴庸曲 邱晴海 高雄采访报道